孙燕姿与佳福基金会共同呼吁,守护儿童,你我立即行动。 天后孙燕姿一直相当关心儿童相关资讯,以及孩子可能会面临的各式状况与处理。 这次参与佳福基金会的公益活动代言,更能深入了解而少保护工作的推展情形,也尽责发挥其多元且公众的角色任务,守护儿童,立即行动。 燕姿也在今天,七分之三,于出席在台北举办的记者会,而孙燕姿某13作品,跳舞的范骨专辑的第一个通告在台北,最后一个通告也在台北。 这次来台对燕姿来说不但充满浓厚的情感也有助圆满的概念。 燕姿分享即便工作在忙碌,回到家一定会腾出时间来陪伴孩子,面对孩子偶有情绪失控的时候,会同理孩子的情绪感受,并耐心等待他冷静下来再对话。 唱谈儿经,也提到自己用音乐,绘画与儿子共享甜蜜的亲自时光,情景描述时洋艺母爱与喜悦。 燕姿对于家福为健全儿童保护网络所做的努力,因为具有母亲身份更能感同身受,因为孩子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,是事件外无法顾及的父母们所犹如期待。 而电影《六弄咖啡馆》的主题曲《半句再见》,这首歌在YouTube电乐帅已累积破前往的好成绩。 很多歌迷朋友们也都在问燕姿为什么这首歌没有收进专辑中,燕姿于1月份的上海唱谈会在台上也亲口承诺歌迷们,这首歌应该会在今年单曲线上发行吧。 因此,燕姿决定在闭关待产前完成和歌迷们的承诺,《半句再见》预计将于3月底数位推出。 之前有提及接下来跟大家见面可能是2020年了,会不会担心粉丝们等太久? 燕姿表示,这期间,陆续还是会透过不一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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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